塞基努 聽說你也是從小就有 如果我有錢就好了 這種想法 國小的時候就有了 從國小的時候就有 因為我的父母親 因為他們來到台北的時候 因為要賺錢的關係 所以他們時常 一大早就出去工作 那我們都要自己去上學 放學也是 其中我們有一個同學的爸爸 他因為就是可能賺了錢 然後他買了一台發財車 新車這樣 然後所以他會固定 就是大概 在我們讀半天的時候 他發財車會來 那我們會這樣 搭便車 就是順便 就是幫我們載回家這樣 就是其實他們家 跟離我們家其實滿近 所以這個順風車是OK的 可是它有一個條件就是 那一天我爸來的話 你們要讓我開心 你們要讓我爽 我才要幫你們 坐上這發財車後座 要討好他 對 要討好他 然後所以每次 我們在看半天的時候 就開始就跟他很要好 說他怎麼 幹嘛 待會兒躲避起來 我說你看哪一個怎麼樣 我說幫你處理 然後等一下你要被丟了 我們都過去擋子彈那個 真的 然後就只是為了說 如果我們可以坐到 那台發財車的話 我們就不用走這 二十分鐘的山路 然後山路裡面都有野狗 那有的時候 被追 被咬的時候 是非常可怕的 然後就都討好他完之後 然後就跟他講 等一下你爸來可不可以 對 OK 那他爸來了 那我也很快就跳上去 跳上去這樣 跳上去 然後結果突然有另外同學 就過去跟他 就說 講完之後 他好像是跟他講說 他剛剛躲避球丟我頭 有一點不太舒服 那結果他平常就跟他很要好 可是我只是耐心跟他很好 所以他就當著所有的人的面 就大家都在車場說 你下車 你下車 對 然後我說不是啊 你不是答應我說 我今天可以做 我說沒有 我朋友說你不行 你好下車 就是 我說拿那個包包 然後那個路對就已經在走 拿那個包包 然後回頭看發財車 他買 這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不要讓我有錢 我一定買一台比你更大台 發財 然後我要載更多的小朋友回家 如果讓我有錢的話 把全校的小朋友都載回去 就是沒有父母親接送 從小被刺激到了 他進演藝圈之前是當校車司機 不是 我是指揮交通的 然後在我剛讀高中的 第一學期 那我爸就中風 然後中風就倒了 那家裡唯一的支柱 他不見 然後我們沒錢請看護 壓力更大 所以媽媽得要去醫院顧他 那個整個治療費 一個禮拜要兩萬多塊 因為他有一台呼吸機 那個機器在那邊 因為那個機器得要自付 然後怎麼辦 沒錢 沒錢 然後爸爸攢的錢 大概半年還是幾個月 就全部都花光了 沒錢怎麼辦 然後我就突然有一天 我放學回家 然後就聽到我二姐在家裡 就崩潰了大哭 然後我就偷聽到說 你們為什麼把我的錢都扣走了 為什麼 我才剛領薪水第一天 錢就都沒有了 我才知道說 姐姐幫一個朋友去當保人 然後結果他付不出那個房貸 他就變 然後銀行就強力執行 就把他的錢給扣了 可是那個錢是要給爸爸救命的 我當天就跟姐姐說 姐不要哭 我不要讀了 不讀書了 對 然後我覺得說 對 然後姐姐就說 還可以 還可以 你們兩個還可以讀書 因為弟弟也要讀 然後我就說 不要 然後我就跟弟弟說 弟弟 你還記得爸爸有一個願望就是 我們要 就是光榮地回家 因為以前鄉下的孩子都是 你們家這一戶有出大學生 光耀門莓 對 然後就會放過 凱旋粉香 對 然後我們有六個兄弟姐妹 她會希望有一個至少大學畢業 那我就跟弟弟說 弟弟 就你了 就你讀書了 哥哥不讀 然後 這次很大的犧牲 對 就是 你就一定要大學畢業 那學費你都不用去想 那我去找工作 然後 然後只能找他們比較危險的 因為那薪水高 然後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那個 鋸造業 然後那個體感溫度大概五六十度 然後整個那個生產線 出來的那些產品 基本上都是七八百度 然後所以我每天回去都是燙傷 天啊 可是 薪水高 對 薪水高 薪水高 然後我把所有東西 花了半年的時間 都學會了 然後我就問老闆說 老闆可不可以幫我加一點心 老闆說 你才幾歲 你才十七歲 要不等你當兵退伍回來好了 當兵退伍回來 很久耶 對 以前我們都是 當兵退伍回來會 會調整薪水一次 然後可是 我沒有辦法 我還得要 可能要二十歲我才有辦法 然後怎麼辦 然後我就 再去找更高的薪水 然後去找到那個大業班 大業班 然後它也是工廠的 可是那個工廠的環境不是那麼好 對 然後就是有一些 致癌物跟那些毒氣 就是帶藥心的空隙這樣 然後沒辦法 因為家裡要錢 然後我做八點八點班 就是從早上 晚上八點 到隔天早上八點 然後就是做這個班 然後每天早上都要喝 一杯鮮奶去解毒 然後這樣做了 做了大概四年多 我很久耶 四年多 因為那個薪水高 對 薪水高 然後薪水高 然後我在那邊 從半技工做到技工 然後其實我也是很努力的 要去學 因為你要升到技工 你才有這個錢 全技工還有一個錢 然後有了這些錢 我才會幫忙到家裡 對 然後我有時候 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想說 我賺了好多錢 對 可是它都不是我的 那什麼時候 我才是我的錢這件事情 而且用你的身體去換 對啊 然後就用身體 跟體力去換 然後每次朋友打電話來 就是有跟我們同儕 就是你當初就是 那些高中同學就會打來 我們晚上要不要去好樂 要不要去看一下 所以愛情對我來說 我的情人都是在夢中 對 真的 真的只能夢中情人 對 因為我不太敢教 因為我連iPhone的殼我都 身上壓力太大了 對 我沒有辦法 給你太多的願望 但是你很幸運 你的夢中情人 走到你現實生活當中 對 我的夢中情人出現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 等到父親過世的時候 家裡也是慢慢地回穩了 就回穩了 然後就 才敢去碰愛情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結婚也沒有什麼錢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不停地工作 努力地賺錢 像我老婆她那時候 就做護士 然後她就排班 一些大家不要等班 然後她都跟阿長說 把她排進去 然後甚至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是雙倍的錢 尤其是除夕 然後一直到過年就是 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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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大家都想要回去過節的 可是我們沒得選擇 排進去 只能轉 為什麼 我們要結婚 那我也是 然後我在 白天在工廠上班 然後有 就是有空下的資料 我去擺攤 我就去賣去那邊 然後就是為了要湊出 那個結婚的基金 好不容易錢湊出來了 有了 也結了婚了 然後結了婚 然後就想說穩定了 那我是不是可不可以 有一點自己的自私的夢想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說 老婆 我現在有那個新的那個節目 要找我主持 我可不可以去試看看 她就看著我的眼神說 你自己看吧 對 其實她是不願意的 那我就 好 那我去試 對 然後我就去試 然後 其實那時候也才知道說 演藝圈是有一搭沒一搭的 跟零食工沒什麼兩樣 你就等電話吧 老婆說 你才這樣的錢 還比那個工廠還要少 你確定你要那個嗎 我說 你讀我一次好不好 你讀我一次好不好 她說 我讀你一次 我是讀你一輩子 你知道嗎 當我嫁給你的時候 我就是讀你一輩子 但你這一輩子要給我 這樣的生活嗎 你自己先考慮清楚 到後面其實都一直 浮浮沉沉 然後直到後續 有接到電影 有接到電影了 然後 才開始慢慢的 好轉 然後有作品給大家看了 然後大家認識我了 那相對的 工作就變多了 那是好事啊 對 然後工作變多了之後 然後她說 老婆的微笑也多了 對 她說 不錯喔 然後我就跟她說 老婆如果真的不小心 我走紅毯 我要帶你們走 感動耶 對 那個紅毯就 哪怕是沒有得獎 也都沒有關係 就謝謝你的賭注 對 因為你是莊家 真的 賭對了 對 賭對了 婚姻就是人生最勇敢的一場賭注 對 那是 你現在有錢了 你想要做什麼呢 有錢喔 其實你看 像那個發財車我也還沒買 對 發財車也還沒買 先不要買了啦 先買了啦 沒有 其實我 做別的啦 現在也有慢慢的 在實現這個 有錢的這個東西 就是 一點點... 我們小時候玩不到的任天堂 對不對 吃不到的糖果 然後跟現在最新的科技 我們通常都是 我都是穿姐姐的舊鞋 姐姐的舊鞋 對 然後都是穿舊的那種 然後當我有錢 我要給我孩子 過都是很好的生活 但他不用到那麼好 只是說 他說爸 你為什麼要給我這些 就是你為什麼要讓我 玩紅白機 這爸爸以前沒有玩到的 那我希望你幫我完成這個夢想 就是在你這個年紀 我玩不到的 但你要在這個年紀 你要玩到 那那個這個 我們這個年紀的紅白機 應該是Switch了 沒有啦 就是我真的是買那個 認天堂給他 就是我們以前的那個 紅白機 對 然後就買那個給他玩 然後他說 爸爸謝謝你 他說其實不用謝謝我 其實我想PS5 沒有啦 就是我也謝謝你 因為你在幫我完成願望 對 好 那你無論有錢跟沒錢 我們大家當然都希望 可以來住在我們的人生 怎麼樣可以明白錢的意義 我覺得其實錢 它最主要是在幫助你 實現你的一些心願 那剛剛薩基努就講 他現在的心願就是 在找回童年時 自己沒有完成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 如果錢能夠運用在 找回過去的自己 或者實現未來的夢 那我覺得錢的意義 它就會有無限大 而不再只是錢 所以我覺得大家 在追逐金錢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回歸自己 去想想我怎麼樣會開心 而當你確定你自己 會開心的方向的時候 再去努力賺錢 那這樣的錢才會有意義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